耀蓉早安 好 江蕙早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早安 持續來關心一下 今天整體天氣 我們先來看看 現在的實景畫面 這是在台東的多樑 早上的7點27分 看起來天氣狀況都還不錯 那現在溫度呢 是來到19度 那今天在東半部降雨機率 是達到了兩成 主要是因為在今天晚上 有東北季風會開始報導 階名封面 尤其像在東半部地區 就容易開始降溫轉雨了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清晨的最低溫 清晨來說呢 是受到輻射冷卻的影響 所以溫度會比較低一點 像在新竹而美 今天來到12.6 花蓮受風12.9 台南的歸人13.2度 南投啊 桃園空曠地區 今天清晨低溫 也沙灘到了13度 但是白天呢 在太陽出來之後 溫度就會開始逐步的回升 那至於在降雨量上面來說的話 今天呢 幾乎只有集中在 今天晚上的深夜 白天大多還是維持多暈時勤 但是我們剛剛有提到 晚上的時候呢 受到這東北季風的影響之下 所以呢 從今天晚上到入夜 尤其像在宜蘭啊 還有在花冬這一塊 就容易會開始飄雨 反而日間白天的時候呢 中南部朋友要留意的是空氣品質 我們來看看這幾天的空品預報 那以今天來看呢 包含上在中部還有在高屏 都是亮起了橘色燈號 那注意到了明天開始呢 東北季風吹伏加持之下 把中部的境外污染物給吹上了 但是呢包含雲家南還有高屏 還是一樣是亮起的橘燈 所以呢敏感族群朋友 大家還是要特別注意 我們就幫您統整這一周上面的天氣變化 今天好天氣再維持一天 還是持續受到高壓影響 白天天氣狀況很穩定 但是呢 今天晚上開始呢 就會開始變天了 主要是受到這東北季風的影響之下 週五週六呢 這兩天 北台灣還有在東半部地區 開始降溫轉遠 但這一波呢 對桃園以南來說 影響性相較是比較少 那至於北台灣東半部回溫 要等到禮拜天 禮拜天這一天呢 稍微是回溫一天 但是呢到了週一 又另外一波東北季風又開始南下 所以呢北台灣 還有在東半部這些影響面 又會再開始轉為是比較濕涼的天氣 我們來看看這幾天 溫度上面的變化 北台灣今天高溫 還是可以上看到29、30度 那至於呢 到了今天晚上受到 東北季風影響開始降溫轉遠 一路到週六都是這樣子的天氣 禮拜天稍微回溫一天 高溫來到26、27 但是呢到了週一 又受到另外一波東北季風影響 又會再開始降溫轉遠 那在中南部來說的話 白天呢 還是持續受到高壓影響 雖然天氣狀況比較穩定 高溫可以上開29、30度 在陽光之下 尤其在正中午時間 大度維持舒適為熱的天氣形態 那在清晨晚上呢 則受到輻射冷卻影響 可以看到低溫只剩下14、16度而已 顯然週南部朋友一定要注意 這幾天職業溫差 還是非常的大 以上是這一節的氣象 我們再把時間換給家文